和所有候選人一一急掌打招呼 在送上球棒象徵強棒出擊 總統立委選舉登記第一天 賴清德帶著新北十二位立委參選人一起造訓 攜手壯大台灣是秉持民主大聯盟 跨黨派 跨世代 跨領域的精神來提名 高喊一加十二全雷打不止新北要勝選 總統更要因 二十號下午賴清德就會公布副首人選 但似乎迫不及待直接在臉書提前宣布 放上和蕭美琴的合照表示 將邀請蕭美琴成為2024總統大選的競選搭檔 更套漏這是眾所期待的決定 她永遠是在黨有需要扛起責任 而且做什麼像什麼 所以我們非常樂觀看待這樣的一個組合 非常的期待蕭美琴要來當任副首 因為美琴姐是我一直以來很崇拜的 非常以她為我的榜樣 期待賴蕭沛帶動氣勢 而外交部也證實蕭美琴已經請辭駐美代表職務 二十一號上午賴蕭沛就會正式登記參選 再加上總統蔡英文 民進黨三巨頭分進合集 力拼總統勝選國會過敗 環宇新聞吳志恆科舉台北採訪報導